感谢过去和未来所有曾经为过人类健康付出过任何知识的前辈 无论什么国族的人 我们都尊敬他们 首先大家讲一个问题就是 谁知道中医有了多少历史 举手 有中医这个名词 开始说有中医存在了 有多少历史 除了中医之外 还有什么是代表中医的 因为中国医术是很特色的 还有哪一种名词是属于中国特色的 一说就说这个代表中医 你回去睡觉吧 中医医术有几百种 怎么可以用一种医术来代表中医 应该比较濫衣 先介绍一点 因为中医要介绍一点 第一中医最早的就叫奇王之术 就根据皇帝内经 奇伯和皇帝对话 所以叫奇王之术 到三国时代 有一个叫董奉的医生 他医人是不收钱的 但是他收一点点礼物 他的礼物就是说 你拿两棵杏树的树苗 种在我后花园 为什么越种就越多 种到周围屋 旁边所有存后都是有杏树的 所以叫恒林 听过了 恒林各首 所以恒林代表中医的医生 另外代表中国医术就是清狼之术 就是一个青色的背囊 就涉及华陀 华陀就跟曹淑说很深的 你的头痛呢 我可以切开你的脑 切开你的头盖 就帮你治疗 曹淑说你这么厉害想害我 那就要拉他 拿他斩头 他就走老 走老呢 就拉他回来 就坐牢 坐牢呢 到行刑之前呢 他那个清晰的包呢 就有很多医书的 就留下了给那个刑 那个肉粥 看监那个肉粥 那肉粥呢 就拿了一部分出来 就给回政府 就留下了部分呢 就拿走 那就留下了华陀的医术 所以涉及是中国华陀的医术呢 所有叫清狼之术 就由华陀引起一个源流 好 第四个形容中医的呢 大家都听过了 有时候你去过中医部看到的 圆湖祭祭祭 有没有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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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啊 谁知道为什么啊 不是 狐佬当然是狐佬 狐佬还有故事啊 你那个 啊 但他那个狐呢 是用茶狐的狐的 不是用狐佬的狐的 哪个人搞出来的 又是什么 背后怎么叫圆湖祭祭祭 这里就補充说了 在汉朝呢 有个费场房 它是很清淡的 小小收道的人 他經常在街上逛來逛去 他逛了一個小市 見到一個老人家幫人看病 他在旁邊掛了一個葫蘆 葫蘆比我們普通大一點 他看完一個病 他手在深入葫蘆 拿一些藥出來給人 他離遠看他 他的狐狸這麼小 手生得進去 那就變得很神奇了 如是者 他找了一天 但沒有收人錢 見到這個老人家就很尊敬他 他整個人看證 第二天自己買點酒 買點好的食物 就效敬這個老人家 那個老人家很開心 你明天再來找我 他明天就去 一去 他就被這個老人 這個長者 牽著一隻手 和他一起 捉了他跳到葫蘆裡面 跳到葫蘆裡面 另外有一個景象 非常人間仙巨 在那裡住了十天 這個老人家教了他很多衣術給他 十天之後都教了給他 這個叫廢牆房 大家上網搜尋 好 到他臨走的時候 十天後 這個長者呢 就叫他在長角裡 拿一支棍仔 他說 你坐到那支棍仔 就走回家 他說 他以為他整股他 他帶了那支棍仔 這麼細小 怎麼坐 他說你不要管 你坐到那支棍仔 坐到那支棍仔 他一出來就回家 好 他媽媽都滿頭白髮了 子女就大了 他已經十年了 十年 他在那裡蹲了十天 但是他已經十年了 我留下了那支棍仔 在我們的商前 非常防 在萬年醫了很多人之後 他失蹤了中 就說他這個老人 這個老人家 你來接他 一起走了之後 都失蹤了中 是沒有死到的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 這個就是我們 只是講中醫的原流 那中醫呢 那個正式的名稱呢 開始不超過二百年 不超過二百年 就由一百二七年 在鴉片戰爭之後呢 一百二七年的時候呢 有西方人來傳教 那他來傳教呢 就很習慣呢 用個醫術去醫人免費 順便就傳教的 那有個眼科醫生呢 叫郭書雷 是東印度公司的 那他建了一間醫院 免費幫人醫病 又醫癌 那接著呢 就傳教 但傳傳下呢 在中國呢 他們的教廷呢 就傳開了 那跟政府拿很多地啦 拿很多地 又再建了很多醫院啦 之後呢 就收好櫃了 即使現在香港的法國院都是啦 越搞越貴啦 那鎮會院都是以前教會來傳的嘛 免費的嘛 初初搞得越搞很貴的 當年中國也是 就是這樣 好 講了這裏 暫停 就要講回一點點源流啦 講回西醫的源流呢 有西醫 大家知道由什麼時候開始的 中國衣術呢 就由皇帝內經開始 就公元前五百年前 那時候不是叫中醫的 叫奇王之術 就是奇葩和皇帝的對話 好了 大家知道 這個公元前五百年前呢 是西洋的衣術呢 又開始了 是啊 由西洋的衣術開始了 由芝波拉加地開始的 他們呢 就引用了地水火風的 當年 所以我就懷疑呢 他的衣術呢 是在我們古印度拿過去的 在我們印度古印度 那時候他都是用這個地水火風 和這些膽汁 黑的黏液 和黃的黏液 就是人的痰啊 血液啊 所以在當年二百五二千 這個公元前五百年前呢 那個衣術呢 和皇帝內經的衣術呢 是共通的 我們是說金屋水火土 他是說地水火風 好啊 這裡還涉及一個原理呢 就是說 譬如我們做研究啊 這個研究的學者 他研究的對象 是一樣的物件來的 或者研究的瓶 研究動物 研究其他的學科 那個研究人呢 和那個研究的對象呢 是多數不相同的 你研究那個杯 那個杯不是你來的嘛 一定不會是很少相同的 你研究對象 唯一呢 是研究衣術呢 你比你研究的對象呢 是相同的 因為你研究的是人來的嘛 就是說是人去研究人 就只有這種東西這麼古怪的 通常都是相對的 不同的 和那個研究家是不同的 好啊 既然間你相同 就不應該分東方和西方的研究家了 東方的研究家是要研究個人 西方的研究 西方人呢都是研究個人 那為什麼研究 搞搞搞搞搞搞搞了兩套東西出來呢 誰知道 有沒有人不知道 為什麼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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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講的就比較微細一點 如果你對人體 大家都不是這麼認識 對走你來醫你的學問 來醫你的醫生 他所使用的學問 他所引用的學術 你都不少少認識 你都斷估 究竟對方 是不是這樣來 去和自己判斷自己的證 有沒有錯呢 是不是 是很差的 你斷估 你相信他 那為什麼要分歧 為什麼要分歧 就在 公元二百年 又是同一時間出兩個人 在西方出了一個概論 他發明了 發現了人體的胚胎學 的解剖學 首先 因為他發明了這個人體 背胎學的解剖學 他就追求了實證 不是說把蜜 斷鼓 看這個氣息 面色 看一看舌頭 他一定很實實細細 劏開人體 所以他那時候設計 那個人體 背胎 解剖圖 是最早的 是公元二百年 概論 為什麼 就引導了 在西方的衣術 走去實證 和在理念 那個理性方面 追求那個物理學方面 在那個醫理那裡 在理學方面 一樣要追求那個微觀的世界 然後要追求 慢慢慢慢 在西方世界的衣術 從二百年開始有一個概論 在中國 就出了一個張重景 同一個年代 張重景 就出了一個雙行論 和金貴論 他兩本梁說答案 有二百幾條科 就全部 他就不是用實證去看病人 看一個人 大家同看一個人 張重景 就用那個是 我們現在 這個 中衣術 最長期的 就是那個辯證 詩字 或者辯證 輪詞的方法 就是看這個症狀來的推理 好 從那時候 這樣到一路 就開始分歧了 分歧到來 在公元四百五十幾年 在西方是開始停頓了的 他進入了黑暗時候的一千年 中西古時代 從歐洲開始黑暗的時代 是那個神權控制 沒有得進步 是閒萬神的事 大家看看歷史 西伊在歐洲 西方停頓了一千年 是進了歐洲一千年的黑暗時代 在那個時間 他由公元一百六十幾年開始有天花 那個天花是影響了羅馬帝國滅亡 去到一九七九年宣佈全世界沒有天花時間 在西方世界有十億人 有十億人 有十億人 好 由到 一四五十三年 一千四百五十三年 即是四百五十三年後的一千年 開始 哥伯尼大家讀書讀過了 發現了那個逆心論 即是地球是繞著那個太陽運行的 那個日心論 接著呢 出了一個撒維流斯的大醫生 再創辦了一個全面的解剖學 那麼呢 在西方世界的衣術突飛萬盡 接著再進入細菌學 細胞學 更加進入微觀世界 現在我們的衣術呢 去到那個亞分子的研究 還有跟著呢 那個 這個基因的研究 是現在路呢 是發展得很快 這個 這個是西方世界的基礎來的 那麼呢 他們都是追求那個實證 理念 即是很現實 各樣都要找到一個證據出來 去到一個很微觀的世界 希望 去看一個證據 好了 既然這個微觀世界實證的話 我們很多時候呢 就變成了裝陷了 拆了一件事出來 配到一個深入去 這樣搞出來的嘛 換啊 即是換工具 它微觀了嘛 你明白嗎 即是可以換了 看換到哪一件事 換哪一件事 找到舊膠 就代表骨頭 搏下去 因為好像傷陷了 它微觀世界 好了 在中國世界 在一個中醫的範疇呢 去到這個 張重影之後 發展下來 在古代這個天花 中國比他們厲害 很厲害 在宋朝開始的時候 唐宋都 又出了很多大的角色 在元朝出了一個姓危的人 危依林 發明了 跌斷骨呢 是原吊式衣骨的 骨折的 即是現在你們睡在床上呢 有之間吊著腳那裡 吊著手腳那裡 就是中國人發明 數個西方六百年 多年我們中國衣衣天花又怎樣呢 所以我們 中醫是救了很多人的 它是 西醫是很後期才發明 有牛鬥 在牛那裡感染了 在牛乳那裡拿出來 和人種牛鬥 才控制到天花 但中國當年天花呢 都厲害的 它將一個幻天花的人 那個小孩子 脫了一件衣服 就被一個未有天花的小孩子穿著 穿著一會兒呢 就讓它感染了 之後呢 它就有那個抗體了 和種牛鬥 一個原理 是不是聰明啊 已經想到這個方法 然後呢 然後呢 又可以製造到 在那些有天花的小朋友 那裡 拿了一些出來 放在鼻子那裡 種那個鼻豆 所以當年我們中國呢 有一個斗局的 就是天花斗的斗局 有這個專門的 但它們呢 可以去到很微細呢 就是說 不會因為一個小孩子 就是同一個份量的 他看那個小孩子 男女 高矮肥瘦 氣候 寒暑 然後呢 他配那個藥給他用 這件衣服多久呢 都有限制 還有很多人跟進的 那我下一節繼續 好了 繼續講一點魚流 因為那個魚流 講不清呢 就大家 看那個中西呢 很多矛盾 我們有了二百年之後 因為中醫一向呢 他在那個清朝 在歷代呢 出過很多名醫 有孫師廟 有李時珍 有葉天使 是呀 有吳谷通那些 一路在明朝一路下來 也有很多大野醫生 大家上網 搜尋 每一個朝代 有很多名醫的 但我還呢 因為當年我們中國流行 有一句說話呢 不為量相 便為量醫 就是我讀書讀不成 欠不到功名富貴 做不到宰相 我就做醫 都是救人的 所以那個呢 精神呢 是很好的 那一路下來 在中醫那裡呢 在萬青開始了 由這個西方的學問 來到中國 在明治維新 涉及日本了 明治維新之前呢 日本呢 又是用漢醫的 即中醫 明治維新之後呢 就全部推翻了中醫的 推翻了漢學 漢醫 就全部呢 都是用隱重西方醫術 好了 在五四運動之後 因為那個 西方的文化 路來中國 個個呢 就崇洋 崇洋呢 後來呢 就初初排斥 排斥西方學問呢 然後慢慢慢慢 就接受 接受之後呢 就要推翻中醫了 就是中醫不科學嘛 最大理由是中醫不科學 就是推翻的 推翻呢 去到萬青 有一個很厲害的人 中國第一個帶頭 反對中醫最厲害的人 大家有沒有誰認識 我相信都應該你們不知道 因為比較冷門 他姓愚的 不是人味愚 是愚快的愚 不要處身邊 愚愚 目字邊在越南的愚 他是國學大師 蔡太炎的老師 1907年下班 80歲 1927年出生 很文明 蔡太炎的老師很厲害 那他為什麼會反對中醫呢 他呢 他提 他提 他因為他那時候 他原本呢 就做到項林 項林偏修的 學問非常好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 後來呢 後來呢 他就在國公庭到官場 一得罪人 就曾國藩救過他 救回他 那他呢 就沒有做官之後 周圍講學 他學問非常好 他不是行醫的 他為什麼會反對醫生呢 他周圍在江節一帶 但是上海周圍講學 那時候弟子三仙 他等於孔夫子 他就是弟子三仙 這個人 這個學大師 因為他的老婆 他19歲結婚 59歲死老婆 他又怪醫生 醫他老婆不好 他感情非常好 兩夫妻 他好到感情如何呢 就是說如果老婆 大家脫了一隻牙 他用一個杯子再起他 不扔他老婆的牙 到自己脫了 他拿了一隻牙 合在一起 拿去撞了他 這麼過癮的 合在一起 牙都一起撞的 他老婆還沒死 後來老婆死了 很傷心 死了沒幾年 他死了個大兒子 他大兒子做同志的 在河南 做官的又是 跟著呢 兒子 傳染病 醫不好 傻了 變成了他認為他一生人 就被陰家產醫生害死 搞來搞去 搞到他呢 這麼不開心 將那些怨氣 就發了在中醫生身上 就招了那些醫生 就找了那些書 輸了一本書 就叫做索喬辯引 就專對皇帝內經的第一本 作句霸施皇帝內經 周圍講學呢 就要排斥些西醫 搞搞搞了一段風雨 搞到1907年 他死了之後 過多幾年 在1913年 在1913年 第一次中國的中醫術災難 就由國民政府教育部提出了 流列中醫案那個叫做 大家去看上網搜尋 叫做流列中醫案 就是所有學科 六大學科 理工啊 什麼學啊 工程學啊 什麼學什麼學 都有學院的 是不可以有中醫學院 國民政府 那麼就吵吵吵 吵到很大件事 有一些人呢 就去請願 就去請願 去到南京政府請願 請願之後 那麼就由那個余伯徒帶隊 當年那個教育部長呢 就叫做 洪大舌 是留學日本的 教育部長 始終呢 批不批給他 政府不可以 政府不扮這個 公家的中醫學院 咬贏了之後呢 他要消滅你 讓你沒有了個全城 就是斷了嘛 沒有人教 沒有學校教 那你就一代一代一代 你就會失眉咯 其實是想消滅了 沒有了全城 就全部都在西醫學院的 後來呢 就由余伯徒 爭取到呢 爭取到呢 可以讓你民辦 政府不辦 你民監辦 容許就繼續辦 是1913年開始爭爭爭到那時候 第一次中醫呢 就是做一個災難性的 政府不辦 不明顯辦 幾乎連你的學位都不承認 但你民監辦呢 就拿來備案而已 有你自生見的 有你自生見的 都在翻唱 也找到 你只會不承認 你以為不承認 你不承認 你會承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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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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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作曲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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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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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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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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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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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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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